提到新白娘子传奇,几乎所有人都不会陌生,如今距离这部剧播出已经有24年了,很多人依旧对当中的许多人有着深刻的印象,而今当中的许多演员都已经老了,然而有一个人我们却再也看不见他老了的模样,他就是在新白娘子传奇中饰演为人正直,心地善良的七宝山的石乃文。 石乃文大部分的时候在台湾担任的是主持人和模特老师的工作,七宝山是他一生中唯一出演的迎评角色,在剧中,七宝山和许仙白素贞的儿子许世林是至交好友,甚至是可以为许世林出生入死的好兄弟,他心中喜欢着许世林轻微竹马并有婚约的李碧莲,然而最终还是放下这段感情,祝福许世林与李碧莲走到了一起。 当年,这部剧中的其他人大部分都已经成家,有的已经儿孙满堂,享受人生冷暖,但是石乃文却无远如今的这一切。 石乃文在2004年的7月1日因癌症去世,这之前他是一位十分受学生欢迎的模特老师,石乃文确实之后,他的学生们为此十分的心痛。 新白娘子传奇是石乃文一生中演过的唯一一部戏,而也是这部戏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,科剧中那个憨厚善良,为人正直的七宝山。 优优独播剧中 感谢观看